青年寺大公投珍愛藻礁 超過四百一十六萬票 不同意三階千里桃園大潭藻礁 海域 不過當初桃園市長 鄭文燦曾經說 不管公投過不過 都會劃設大潭藻礁為保護區 但是環團則是指出了 內政部今年五月 觀塘工業區變更開發計畫 仍舊有一百八十四公頃 列為丁種建築用地 環保團體就質疑 桃園市政府根本無心保護藻礁 總統蔡英文今天出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上午舉辦的藻礁 暨海洋生態館興建動土典禮 不忘感謝公投過程中 保護藻礁的年輕人 不過藻礁公投聯盟 卻認為藻礁公投後 省市內政部今年五月 觀塘工業區變更開發計畫 內容 赫然發現 觀塘工業區近編列一百八十四 公頃多丁種建築用地 其中包含環評承諾 不開發的藻礁範圍 一個不開發的地方 化成建築用地到底是什麼企圖呢 難道是將來大家慢慢忘記 公投這件事情之後 要去透過環評變更 把不能開發的地方 繼續去發揮丁種建築用地的功能嗎 我們認為我們期待政府能夠落實成性 不要跟環團手提的訴求 這樣子大家來這樣子 因為事實上這一部分 在裡頭我們都說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大家認為它是一個 應該是對未來 比用什麼野動化 其他地方是來做保護 中油發聲明稿強調將丁種用地變更為國土保安用地 只會增加公務機關反鎖的行政程序 加上環評承諾 本身就有環評法約束 呼籲藻礁聯盟要透過OECM 其他有效保育區的模式才能跟有效管理 記者有因此誠信的朋友組綜合報導 大家好 acs